晨光小雨陪伴你走过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读的经文 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前半段到第三十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一起要来思考的是 当别人犯罪的时候 你会定罪他吗 当别人犯罪的时候 你会定罪他吗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常常会看到周围的人犯错 可能他们骄傲贪婪嫉妒纷争不饶恕 或者是做了很多伤害人的事情 那遇到这种情况里面 当然我们心里面不免会有我们的看法 所以我们要来看 当别人犯罪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 耶稣他回到圣殿里面 在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文师跟法利赛人呢 就又再次的要来挑衅耶稣 要来试探耶稣 想要拿到耶稣的把柄 这次呢也是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情况 他们把一个在这个行淫的时候就被抓的妇人过来 让他站在当中 然后就对耶稣讲说 这个妇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 照摩西的律法呢 我们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 那你说我们该把他怎么样呢 所以呢 这个对耶稣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两难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照摩西律法 的确是应该把他打死 但是呢 同时呢 现在他们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所以事实上犹太人是没有这个执行死刑的权柄 所以呢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耶稣说要把他打死 那这样子呢 就不合罗马人的法律 如果说不把他打死 那这样子又不合摩西的律法 所以呢 可以说是进退两难的情况 那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 耶稣的反应非常的奇特 他就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然后不住的 这个时候这些犹太人就不断的问他 那耶稣呢 就一直在那边画字 那当然我们心里面也会很好奇啊 好奇说耶稣为什么在那边画字呢 耶稣在画什么字呢 为什么耶稣不赶快回答他们呢 当然也有可能是耶稣正在想一个 最合适的回复的方法 然后呢 耶稣他最后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让他们把指头呢 转向自己了 然后看看自己内心里面 有谁是没有罪的 其实呢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罪 那我们看到他们原来都是一起 指头指向这个行淫的妇人 但是呢 耶稣呢 却把这个指头指向他们自己的内心 当然呢 当他们一被耶稣这么问呢 马上呢 就非常的惭愧了 想起自己的罪 所以呢 就没有人 来 这个拿起石头来 打这个妇人 所以呢 这地方讲说 如果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 然后呢 很有趣的在第九节 讲到说 他们听见这话 从老到少 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所以这句话 从老到少 这是非常有趣的 换句话讲呢 年纪大的呢 就先出去了 然后渐渐的 就是年纪小的才出去 也就是说呢 让我们看到啊 年纪越大呢 其实自己的罪就累积的更多了 所以呢 很快的 就很惭愧的就出去了 所以呢 他们不仅 不敢拿石头打这个妇人 而且呢 他们甚至不敢留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 这等于是神 让他们看到 他们自己里面的罪 然后呢 最后就是年轻的人 也都全部都出去 只剩下耶稣一个人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人都自残行贿啊 所以呢 这地方让我们想起耶稣 曾经讲过 说我们不要论断人 我们论断人的 就好像眼睛里面 有这个梁木啊 然后还想要去 对付别人眼中的刺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我们论断人的 其实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 比别人实在是大很多啊 所以 我们 就是 要记得 耶稣的教训 就是我们不要 去论断人 但是呢 我们也会想到说 那他犯错了 难道我们这姑息养奸 就没有人说话吗 我们来看耶稣 他继续怎么做 耶稣呢 就对这个妇人说啊 那些人在哪里 没有人定你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那 在这地方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个妇人已经得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主啊 他不是称他为夫子 像这些法律善人一样 他说 主啊 也就是说 他认识到 耶稣 他就是主啊 但我们口里 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 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虽然这个时候 耶稣还没有复活 但是他已经认出 耶稣就是主了 那这个就 让他 能够得救 耶稣就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然后说 去吧 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知道 耶稣他第一次来 不是要定人的罪 第二次来 才是定人的罪 因为他第一次来 是要救人脱离罪恶 那好叫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不需要来审判这些人 所以 神是 他的怜悯 向审判夸胜的 他更是要来怜悯我们 胜过 他要来审判我们 那 所以呢 耶稣呢 是要来拯救 这个妇人的 就不定他的罪 然后呢 就跟他讲说 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这个 耶稣呢 不定 他的罪 同时呢 让他 离开 让他 能够就得自由了 但是呢 得自由 不是要让他又回去 继续犯罪 得自由 是让他 将来 不再犯罪了 所以我们看到人 有犯过错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 好像装作没有看见 我们不是 姑息养奸 仍然是要 在这地方 看到像耶稣一样 指出人的罪 并且呢 鼓励 勉励他 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也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教导 当我们看到 弟兄 为过犯所剩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挽回过来 我们要指出他的错来 就是要挽回这个弟兄 而不是去定他的罪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看到耶稣 他就对众人讲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在这个之前 耶稣呢 就讲到 我是生命的良 那在这地方 就讲到 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是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们跟从耶稣 就不会在黑暗里了 当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就在黑暗里面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受洗了 但是如果没有持续的 那仅仅仅跟从主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的在黑暗里面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都要 仅仅的跟从耶稣 才不会犯罪 才不会陷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然后呢 跟从主的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就是属灵的光 让我们的灵里面 得到亮光 然后呢 法利赛人呢 就要开始跟耶稣争辩 他说 这是你为自己做见证啊 也就是说 你自己说的不算数啊 但是耶稣就讲说啊 其实呢 我做的见证 不是只有我一个做见证啊 我天父也跟我这个同在 天父为我做见证 我不是独自在这里 还有差我来的父 与我同在 所以呢 这句话 耶稣在后面也讲了一次 就是当天父差派耶稣的时候 其实呢 并不是让他独自 来去完成 他的使命 而是与他同在 那同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 当神筛派我们去做任何的事情 他呼召我们去做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 而且呢 与我们同工的 所以我们呢 就不要害怕 说好像自己的能力不够 因为我们不足的地方 神为我们补足 是神在做 不是我们凭自己来去做的 这就是我们可以有自信的地方 当我们 不管是为主做见证 或者是在台上 来分享话语 或者在小组里面 各样的情况 神筛派我们去服事的时候 他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是独自在那里的 所以呢 我们要看到 这是我们服事主 神都与我同在 我们感谢主 他不撇下我们独自在这里 我们谢谢主 我们能够与他同工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